什么穷华海 还不是被我用来洗头 是谁 小的是灌溉泉华海的侍女 套儿的公子立马就离开 你是一名杂役 是 你过来 姑娘 姑娘 我只是想问你去花海怎么走 姑娘 来 谢谢 谢谢 公子 随着天上池一直往东 便能走到琼华海 姑娘 我既然已经受伤了 也无心有了 能不能请姑娘 把我送回府上 我 我还要回去向秦寅大人复命 公子 我先走了 我告诉玄珠姑娘便是 你叫什么名字 青春 青春 青春姑娘 你刚才打碎的是叶瓶吧 我摸到了它的瓶口 正好我的府上 有一个闲置的 能不能麻烦你 把我送回府上 我把闲置的给你 这样清清大人 也不会责罚你了 好不好 好 好 我帮您拿药 你不知道在哪儿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我自己来 左公子 这个琴放在这儿太爱事了 我给您放到边 不要动它 不要动它 就要在那边 对不起 先前这把琴 就摆在大理故居的这个地方 是为故人送我的 我不想动它 左公子 倒是很念着舊寡 您很想离果吗 那大理已经灭了 留着这个东西 还能提醒我点曾经的事情 那些不该忘记的 那些行可以放弃的 你是离果人吧 是 你的声音很好听 很像我之前的那位故人 小的 不小心感染了风寒 嗓子听起来就粗了些 大人莫见乖 我们之前曾经曾经见过吗 你给我的感觉好熟悉啊 大人 您这可就说笑了 小的就是一个下人 您高居庙堂 小的何曾有福气 与您相识啊 或许是吧 自从离开了李地 我的心想变了许多 有时候心中会生出一些恶灶来 叫身边的人难做 大人您不必跟小的讲这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 但跟你聊天 我的心中会多出几分平静来 小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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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上喝水还 还喝饱了点 现在真的招进去方便呢 小的 我现在就先走了啊 青春 你把头抬起来 让我看看 怎么在 对不起 我只能这样来看人 青春 你很好看 好大的胆子 你这个阿渣龌龊 身见古清没规矩的见义 竟敢狐媚蛊惑山上的仲客 是我带他进来的 青春大人 像是紫辰要差使他 您莫要生气 我记得跟你说过 不要带外人进我们的屋子 尤其是客与额言之人 你 紫辰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 青春大人可是此间的主人 青春 你起来吧 吓到你了 在下给你赔个不是 左公子让你起来 你就起来 玄珠 我昨天教育你的那个玉瓶呢 你把它拿出来交给青春 他做娇花的活计要用